因为你有爱 所以我们存在 因为你有爱 人生少开怀 因为你有爱 所以我们存在 因为你有爱 人生少开怀 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准时收看音乐有爱节目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相当难得 为大家介绍的是一支独立乐团七号青 请到三位非常优秀的年轻音乐工作者 是 非常欢迎你们 谢谢大家 感谢张宇杰 感恩 是 从前幻想时之呼嘴 在音乐中飞舞 兴奋跳摇着 抬着走望着 七彩则眼舍 白动着 不动着 属于 只记着 世界 梦想并不愈 一步步去追寻 小树要不要先跟我们聊一下 其实你们的音乐风格相当的特别 是慢慢的形成的吗 其实我们这样的音乐风格是比较意外形成的 就是本来是编制比较丰富的五人乐团 然后后来意外转变成现在的三人乐团 把它变成比较简单的元素 就是比较有名谣底子 然后运用一些效果 还有环境的音色 带有一点 迷幻风格的 对 所以我们会把自己觉得有点像 迷幻名谣的乐团 是 谢谢 谢谢 白动着 舞动着 属于 只记责 世界 梦想并不愈 一步步去追寻 一步步去追寻 这个世界 只有左边 单纯梦想 云现是书院 这世界 这个世界 没有绝对 单纯梦想 没有绝对 单纯梦想 Zither Harp 这个世界 只要作变 单纯梦想 并现实数月 你们三位所组成的七号青 其实音乐相当的饱满 所以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 你们本身自己如何被音乐启蒙 我想小强 其实你们每一个人都在教音乐 是不是先跟我们讲一下 小强是percussion 打击乐器 所以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 你自己本身的音乐启蒙 本身是从爵士鼓 然后后来慢慢接触这些手 那本身也想就是 因为我是在大概三四年前加入七号青 那时候就是希望以一个 经营一个乐团的方式去加入 然后就是不希望就是说 这乐团通常大家都可能 只能玩几年这样子 甚至只有年轻的时候 当你有工作或者说就不行 那我也希望说它可以持续抢救的 那接触了这些手鼓之后 希望可以有一个适合自己属性的 例如说它可以接受收鼓的 它不是只要爵士鼓的 所以想要全面性一点的 但是这个希望我的乐器 又可以衬托出这个乐团的风格 像木吉他就非常合适 是是 所以为你们七号青也增添很 丰富的音乐色彩 是 我们请这个小树也跟我们来谈一谈 你自己的音乐启蒙 也算是你们七号青的灵魂人物 你的这个词曲创作 非常的丰富 而且也有很深的一个 自我的一个觉醒 其实我是在大学左右 刚上大学的时候左右接触到 音乐这一块 算是比较认真接触到这一块 一开始其实也没有想到 会接触音乐这么久 那开始写歌之后发现 其实创作这件事情对我 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因为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 他可能出发情绪 或者记录情感 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工具 也许有人用绘画 也许有人用音乐 也许有人用文字 那刚好我就是用歌曲来 把我自己的情感记下来 是的 我们很能够连接 因为我们也曾经以往挣扎 彷徨过 那小猪呢 我会开始弹乐器 一开始是想说 要有一项才艺 对因为我觉得说 自己念书啊 或是说各方面好像 没有那么 就是没有同学那么厉害 所以我会觉得 首先学一个才艺 那后来我发现说 学了乐器之后 我觉得说 我其实本来是 比较没自信的人 可是我觉得 因为我拿着乐器在台上这样子 好像有那个自信 有造回来那个感觉 所以我会觉得 我会继续弹 玩团我觉得说 是就是一个生活太多 一个生活啦 生活的一部分 对因为 我觉得很多乐团会 会就是修团 我觉得应该是说 大家的方向不一样 有些人可能 因为工作或家庭 那我觉得说 我们是把它当生活一部分 这样的话 这种态度应该就能持续下去 是 很多人可能 因为当兵 可能因为结婚 可能因为转换工作 就把乐团停掉了 可是你们三位 就刚刚好相反 就是说其实 两位已经结婚 而且还有小孩 但是你们却是 在这个生活里面 可以不断地在 做创作 然后继续 做新的作品出来 可不可以谈谈就说 你们怎么样可以坚持 这样的一个 玩音乐的立场 而且又可以 跟你的生活 可以不因为你的 这个整个家庭的结果 或者背景而断掉 我们三个 因为其实我们三个 年纪都差不多 那 我觉得相处到后来 会觉得是 有点互相体谅 那团圆其实 在某些角度 他其实就像 没有血缘的一家人 我觉得应该互相帮忙 对 他又是一个很 我觉得是很特别的 一个关系 对 那因为这样子 可能导致我们 大家想法也很 就像小柱刚刚讲的 玩乐团 其实对我们来讲 这是生活 对 很高兴地在过 我们自己要过的生活 那生活当中需要 很好的朋友 一起互相支持 对 跟一起前进 你只开始转走 总在出发以后 缓慢的天流球 宁静的美丽球 空气中视线焦虫 迷惑 迷惑又惊慌失控 迷惑又惊慌失控 眼前的绿光蓝红 忘了轴 大海中找寻知我 指尖持续在站中 印象又更加迷惑 印象又更加迷茫 失落可恶 练义核心的温蜴 不用勘去奢求 离开了这重中 看天空的笑容 一时热彩虹 理智开始转走 终在出发以后 缓慢着停留着 宁静的美丽出户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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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中 只是足 我心中 空虚足 我心中 忍心中 我心中 只不着 我觉得很不容易 能够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 而且非常的真诚 你们的音乐很真诚 这是我很感动的一个部分 每一张专辑里面 都有很清楚的概念 这个概念也可不可以跟我们来谈一谈 因为可能玩乐团的这条路上 就像林大哥刚刚有提到的 乐团团圆不断地离开 从组到结散 从组结散 一直都其实没有机会做自己的作品 然后到2010年的时候 我们就决定发布我们的第一个作品 然后《一望美丽》其实是在讲梦想 因为对发行作品来讲 其实是玩乐团我们一直想要的一个梦想 就是也许不是 也许就是一个刚好人事物都时间点是对的状况 然后我们把这个梦想想要放在这张作品里面 然后在上班的时候会看到同事或者朋友会说 我其实很想做什么 然后或者我会想到以前小朋友都会说我长大要当什么 可是到了开始工作之余 可能下班回去也可能很累了 然后就休息隔天又准备了上班日复一日 可是我觉得如果还有你还有这个想法 还有想说我想做些什么 我会觉得赶快去做 就是做了失败我觉得也没关系 因为不要让自己的人生后悔 也许现在没做五年后回想当时候 我当时应该怎么样 我觉得无所谓就是去做看看 不要让人生后悔 然后谁就把他的想法放在里面 讲到梦想你们有什么样的感触吗 好像对年轻人来讲 梦想的实现实在是太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们自己对梦想有什么样的看法 音乐是你们的梦 像对玩团这段态度 我自己会发觉很多年轻人 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光芒的 或者是一个很怎么样的 可是实际上呢 我觉得每个人的第一项是这样 可是实际上我却希望的不是这样 我却希望的是说 因为我们是一个独立音乐 那这毕竟不是大众音乐 所以说会有一小部分的人 或是一小群人 对那我也不希望说 这个会变得到说大家都在听的 而是说现在的音乐 其实资讯都很发达 大家已经越来越会去寻找感官上的刺激 所以他会去寻找可能更不一样的事情去听 是啊 你们的音乐其实是很贵族的 我一直觉得独立音乐 独立音乐是非常贵族的音乐 就是我就是那一小撮的人很喜欢听 这样也就够了 我不要变成是好像流行音乐 所有人都很喜欢我不要这样 但是我就觉得那一小撮的人 如果很多我觉得反而我不喜欢 就觉得好像流俗了 大部分人都希望说 我的音乐要被全世界听到 那越多人听到越好 但是你们却很清楚地说 我就是要在生活里面玩这个音乐 那你必须要不断地重新定位自己 要说定位你自己的音乐 跟定位你自己的身份 跟定位你自己在生活里面的整个的平衡 你们这样会很坚定吗 还是说你们常会感到困惑 倒是还好 因为对于其他的一些想法 比方说到底乐团需不需要发光发热 或因此而赚了很多收入 其实我们都还蛮不在乎这个事情 也不能说不在乎 就是那并不是一个最重要的 对 那当然这个过程中 可能也会有所 会怀疑也好 会去迷思也好 中间要很多取舍 对啊 那有时候就是要不 我们会不断地 听听自己内心的想法 然后去自己应该怎么想面对自己 然后我们就这样做 不要不要做一个好像自己都不认同的想法出来 我认为音乐的本质 和它的生命的流动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你像你们的歌曲当中 其实是很感动我的 比如说你们在写词的部分 你讲到就是大海中找寻自我 指尖持续在站抖 或者是你讲到理智开始转动 总在出发以后 缓慢地停留着寧静的美丽珠 我其实到现在我都还有这样的感觉 我现在还是会对我自己 还是在不断地在追寻 不断地在找熊子 不是年轻人如此而已 我现在到现在五十岁 我仍然是在找熊子 所以这个歌对我来讲 是一个持续的一个感动 像你们写幸运女孩 感觉起来好像 如果我们只看表面的话 好像是在写一首情歌 讲到一个好像很幸运的女孩 后来其实你们讲的是一个理想 在找寻那个梦想 那个幸运女孩只是一个 所以你们的那个歌词的层次很多 所以我会很鼓励你们 我很喜欢访问独立乐团的原因在这里 就是那里面 你们愿意在那个很深的 不懂的很神秘的地方 一直不断地在那里 很真诚地去流动 一直在怀疑 自己有没有能力 一直在寻找 自己的一片天气 一度脱下来 想要休息穿口气 我的幸运女孩 你早地在哪里 坐在床边看着 那不稳定的曲子 不想要休息穿口气 像一直停留 在充满你的旋律 你看着你的我 依旧是在怀疑 我的幸运女孩 你早地在哪里 你 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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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怀疑自己 有没有能力 一直在怀疑 怀疑怀之随 一直在寻找自己 这一片天气 不过小初 您现在也是 蝶末独立音乐制作的负责人 你其实也希望能够 除了自己 能够发扬 这个独立音乐的精神之外 你也希望能够接引很多的 有兴趣的人 能够一起来做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 你这个蝶末独立音乐的 自己的理想跟想法 我觉得独立乐团 有时候没有一个管道 去呈现自己的音乐 即便现在演出 演出机会很多了 可是慢慢的乐团 开始知道要有自己的作品了 那可是有自己作品 却不知道该怎样 让大家听到 或放在通路上 那时候就我们有几个 玩乐团的朋友 因为从以前 再还没成立 蝶末唱片的时候 我们就在办活动 然后后来就想说 好啊 那干脆大家都是玩乐团的 反正我们就做嘛 反正自己也是玩乐团的 也是需要这些 这些的管道 所以就毅然决然 也很冲动地 就成立一间唱片公司 对 然后做唱片公司发现 其实 那当然以前没有做过这些 其实想象中 并没有那么简单 然后 以前好像自己经营好自己的乐团 就好了 现在是要帮所有乐团去想 可是我们想的 其实一方面也很 大家好像也是凭借了一个热情 因为我想说 乐团在台湾就是小众 那 我觉得这个小众的团体 应该团结起来 我们没有特别要分些 什么曲风等等 团结起来可能 本来听的人不多 那如果可以让更多人听到 不管他喜不喜欢 也许某个乐团他的东西 其实也许可以让很多人接受 可是他只是没有这个管道了 那我们希望可以 让给乐团一个帮助 当然对我们自己也是 我常常会觉得很多得乐团 他们都很有潜力 但是有时候需要 一点时间的酝酿 就是说不管在作品的成熟度 或是数量来讲 可能变成 因为你可能某一首歌 你写自己的心境 可以打动到某些人 但是有些可能是 完全是很个人的 别人没有感觉的 所以有些时候 在整个音乐的结构上 或者说彼此的这种成熟度上 可能要走到某一年 才能够变成 好像大家都感受到 那个成熟度 但是可能要变成说 每一个人都很坚持到 那一年的发生 是 你们都有这样的一个 心理准备吗 不懂 是啊 这是很棒 我也很赞成他们 其实我真的觉得 任何工作 只要跟生命有关的 它其实就是一个修行的过程 它绝对不会是一个好像 昙花一现 或者是一下在舞台上很绚烂 然后就归于瓶颈 非常谢谢 三位音乐人能够来到 节目当中来 也祝福你们能够 在这条路上面 一直不断地坚持下去 然后有机会 再到大一天才来 发表你们的星座品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我心中有一个你 也没有女孩能再听 一直在怀疑 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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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疾 一直在怀疑 自己 有没有能力 一直在怀疑 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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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寻找自己 走一片天地 嘿嘿嘿 怀疑 怀疑 escal 刽